春师傅对自己的体重好像比较有数 小心翼翼的 包门还是包裹 包裹 宝哥心里在想 你又没吃的叫什么叫 烦死了 托尼哥金宝的耳朵还是炸毛 这是扶窗的妈妈福禄 雅丽挨着雅宋睡觉 多多在旁边睡 毕竟刚认的干妈 还不是很熟 轮回挠痒痒 小熊掌捂着眼睛 好可爱 多多爬石头上玩去了 雅丽过来看孩子 愣住了 跟个假熊猫似的 似乎在想要不要把多多给拽下来 之后逮着雅宋 一顿戏 雅宋跑过来找多多玩 雅丽不想让雅宋爬得太高 给拽了下来 然后过来熟悉一下多多 又来拽雅宋 就是不让他爬高 雅宋又来找多多玩 雅丽也要把多多给拽下来 闻闻看刷坏了没有 没事儿 走熊 奶妈来打扫寿舍了 多多趴在石头上休息 听到奶妈的呼叫 马上下来找奶妈 一见到奶妈就倒下来了 奶妈给多多检查身体 没啥事儿就回去了 多多刚想追 奶妈已经关门了 可恨 六年元这俩吃的姿势都同步了 金霜把惊喜当成小熊靠垫了 成浪好像一只假熊猫啊 成峰何鸡笑不知道在偷摸的干啥 花花懒洋洋的躺着吃 头套都压扁了 何叶弟弟又发现了什么好玩的 二狗专心致志地吃 荷叶有点无所事事 突然找到了个事儿 过来把花花给吓了一跳 结果花花的狗叫 把荷叶吓得抱着树不敢动 花花也愣住了 刚才发生了啥 荷叶又跑来找二狗打架 二狗用屁股把荷叶给坐了下去 花花也来加入战斗 结果二狗走了 花花被何叶叶压住了 花花不乐意 跑过来偷袭弟弟 结果偷袭失败 拿沙包撒气 二狗也开始拆小树 这两只你拆你的 我拆我的 一个都不省心啊